嘿大家好我是Sam 好久沒發片了 不過最近會開始恢復上片頻率 這集要來深度評測一下 前陣子話題性比較高的《龍族教義2》 因為各種原因 加上這陣子比較忙 再加上最近又跟朋友迷上玩幾個遊戲 所以中間有一小段時間各著沒有玩 只到前陣子才把遊戲玩完 所以這集真的是很慢才發片 只到4月中旬才把他一波玩完 然後又到最近才可以恢復上片頻率 哪就這麼慢才發這遊戲的評測 大部分玩家應該已經看完相關的評測 又或是實際玩過了 本來想說玩個20個小時就可以來評測 但越玩越覺得這款遊戲要好好評測 我就應該把他玩完再來講比較好 畢竟這是一款很多玩家等了很久的遊戲 然後他賣的價格又不便宜 然後再加上發售的第一天得到大多負評 過幾天直到現在 他只有勉勉強強得到褒貶不一的評價 到底為何這款很多喜歡RPG遊戲的玩家 都在等的遊戲只有褒貶不一呢? 就讓我來跟各位講講吧 我這邊要強調一下 這支評測影片 主要與我個人主觀體驗跟想法的介紹 遊戲我已經全破了 我整個遊戲體驗過程 只查了幾個中期比較讓我苦惱的問題的資訊 我也沒有只衝主線 再盡量慢慢體驗遊戲 也在能力範圍下把周遭能找到的支線 能跑的盡量跑了 直到全破遊玩時間大約是53小時 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吧 另外就是我們並沒有玩過龍族教義一代 所以也不會拿一代來比較 純粹是以一個頭一次玩這系列的玩家 對於他的遊戲性、他的內容以及他的價格去評測 這集內容中可能有一些爆雷 但也只有一丁點而已 如果今天一咪咪爆雷的話 現在可以關掉這影片了 那我們評測就開始囉 先講一個我比較主觀的重點吧 其實這個遊戲在現在的價格蠻貴的 而且遊戲其實是好玩的 但在各種優化上的問題 我根本覺得除非你對這遊戲非常非常有興趣 觀察了一陣子還在考慮要不要入手 我會覺得可以買 但如果你只是思考過要玩玩看 我反而覺得現在不是很好的入手時機 遊戲貴、優化普通 先來說一下我買的版本吧 我是在正式發售前預購 還買比較貴的豪華版 價格2490 至於豪華版送了哪些東西 我就不詳細說明了 我只能說根本就是被當盤子 遊戲本身就不便宜 豪華版多加300 可忽然一堆初期很快就能拿到的東西 重點是初期喔 當初會買這個豪華版 其實還有官方透露給一個名為安心戒指的裝備 但並沒有說明這個戒指有什麼效果或功能 已經記得讓很多玩家為了這個買單豪華版 起初讓大多數買豪華版的玩家最頭痛的就是 不知道哪裡領取豪華版的東西 搞得一堆人人心惶惶 我一直玩了兩個小時左右到了主城 在旅館的倉庫裡面找到的 結果換來那個名為安心戒指的戒指 不但不讓人安心就算了 我這遊戲初期玩到差不多一個小時吧 就把它丟進倉庫收起來了 再來說說這遊戲吧 目前這遊戲最大的硬傷 也就是它的優化問題 到目前為止最多玩家抱怨的問題 在商店頁面中關於系統需求的部分 最低配備是i5-10600 16G記憶體 以及顯卡GTX1070 這樣算起來我舊電腦應該是跑得動這款的 但目前我的新電腦配備是 CPU i7-13700 記憶體32G 顯卡GTX4070Ti 在這樣的配置下 我已經盡量將畫質調低的情況 我只能說還是很慘 CPU長出65-80度 只要開啟遊戲 我的電腦風扇都會一直處於高速運轉狀態 幀數部分在2K的情況下 可能會大概100出頭浮動 組成大概60-80之間浮動 但時常因為各種不同場景轉換 或是大型怪物出場 隨著我們施放技能 總結局是各種原因 整體幀數浮動非常大 所以我自己乾脆鎖60幀 但還是偶爾會遇到遊戲卡頓的問題 這時候我又會有點肚爛 你一款遊戲賣2000多 優化居然這麼慘 在遊戲推出前 也不出個4玩版 各種畫大筆 最終端出的東西優化卻不是很好 有到你去高級餐廳花大錢吃牛排 結果餐廳端出市場拼裝牛排的那種感覺 雖然這種形容可能誇張了一點 但至少我自己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現階段電腦配置不是很好的人 真的很想玩這款遊戲 我個人還是建議可以多等一段時間 不然這遊戲真的是... 時常都滿卡的 但撇除以上幾個問題 尤其在RPG類型遊戲裡面 我覺得還是很不錯的 接下來我會說說遊戲中 我覺得好跟不好的一些遊戲內容 我不知道依賴是如何 所以我要再強調一次 我是以我個人第一次玩這系列的玩家 且非常個人主觀的感受來說 也許我所有點對其他玩家來講 是很棒的設計也說不定 整體劇情跟遊戲體驗是很不錯的 但地圖非常大 點跟點之間 城鎮跟城鎮之間距離非常遙遠 導致那遊戲花超級多時間都在跑步跟趕路 然後在這超大的地圖上 隨時無時無刻都有怪物出現 無時無刻都在戰鬥 有時候在城鎮外面或是一些荒郊野嶺中 遇到一些看起來完全沒有戰鬥能力的NPC 我都懷疑他們不會剛出城就死在路邊嗎? 也因為在城鎮外無時無刻都有怪 搞得玩家在初期中期甚至是後期 也無時無刻在戰鬥 也許會有玩家說 這就是內遊戲的主要內容啊 體驗你能爽快的戰鬥 確實也沒錯 但無時無刻都在打怪 尤其你在趕路去別的城鎮的路上 超遠的距離 加上超多的怪 怪家初期中期玩家去新的城鎮路上 我們的裝備跟等級在不足的情況下 打怪幾乎都在幫他們刮殺 幫他們抓癢 打只是小怪都要打蠻久的 如果路上遇到小Boss 大體型的怪 如果選擇了戰鬥 那就又要花更多的時間 雖然初期會因為戰鬥流暢華麗而感到有趣經驗 但持續且頻繁的戰鬥 玩到還是會有點疲乏的 我不知道其他玩家是如何 至少我自己感到蠻疲乏的 等到中期獲得一些更好的裝備 或是新職業後戰鬥才慢慢從越玩越疲乏 變得覺得 嗯 打起來挺有趣的 遊戲中也有著不少小Bug 雖然不影響遊戲體驗 有時候遇到也會覺得挺好笑的 譬如這隻遊戲初期的巨人 同樣在遊戲初期 我們抓到了一個在偵查主角的密探 因為我覺得這角色很欠揍 結果就有了以下狀況 這什麼Bug 你們面前公然打我欸 他...他死了捏 -我們會聽到所有他都要說 -我們會聽到所有他都要說 -他死了捏 -交給你們幫我讓他招 麻煩你了 對我把他幹掉了 好在劇情是能正常進行 好笑歸好笑 但會覺得 這遊戲賣這個價格 還有這種低級BUG實在令人有點惋惜 再來就是一個基於手吧 當天我就玩 又是第一次玩這系列 完全不查攻略的情況 這邊會有一點小爆雷 但不是劇情方面的 而是玩家心態上面的 不建議的話建議可以看一下我個人的慘痛經歷 也就是我遇到了隨重染疫事件 我要強調 因為我在首發前就先預購 首發也就是遊戲可以玩的當下開始玩 在這兩天內一次玩了20多小時 遊戲進度也算到了中期 這時間在網路上還沒有太多相關的攻略或文章 在這期間我有收到隨重染疫的說明 但我不以為意 想說就算中獎了 也來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恩...結果就在遊戲進行中 讓主角晚上睡覺回個血量、狀態 早上一起來就發生了瘟疫大爆發 很好 我又是在組成睡的 直接全程死光光 包含重要NPC一個都不留 直接變成空城 我整個都傻了 已經顧不得查不查攻略的問題 在遊戲剛發售不到三天的時候資訊還不多 但可以在八角內有不少玩家碰到這個問題 有些人運氣算好的 但遊戲比較初期碰到 有的玩家甚至直接重新開始玩 啊我已經玩20多小時捏 這要我怎麼辦 不過後來我發現遊戲中有一個道具 是可以把附近NPC一次全部復活 為此我還特地去解這個支線 而且這個支線也挺麻煩的 其中就是要將一個Warm從野外 搬超長一段距離給城鎮的一個NPC 就像我前面講的 野外的怪真的多到不行 這個Warm只要被攻擊到就會碎掉 而這個支線的NPC就會離開 再加上這個遊戲現階段不能多存幾個檔 只能自行複製紀錄檔備份 真的超級痛苦 而我恰巧當時在巴哈上面找到一篇貼文 提供了存檔保存工具 真的很好用 影片看到這邊的你 如果你已經買了DD2 又或是考慮要買 真心建議應用一下這個工具 非常好用 王子我就放在資訊欄了 說來關於紀錄檔案這點 就讓人覺得有點惋喜 遊戲紀錄居然要靠外部程式 不過這邊要爆雷一下 我也不確定是否屬實 我也沒有去查證 畢竟我已經搞定這個支線了 我就沒有去測試了 貌似搬Warm這個任務 可以反向將這個NPC 直接利用傳送 把它搬去拿Warm的地方 就算可以好了 也不知道近期有沒有更新把它修正掉 完完整整跑完這個支線 拿到範圍復活道具 光是這個支線 又花了我至少5個多小時 甚至更久 我也不確定 終於就在各種折磨下 拿到一次將NPC復活的道具 這邊剛好可以湊一下這個遊戲優化 在水中烏鷹大爆發後 城鎮順暢的嚇人 完全不會卡 要我一直在猶豫要不要 只復活重要的NPC就好 遊戲好順好快樂啊 雖然最後還是決定幫大家復活 再說一下職業方面吧 其實這塊不用講太多 有些玩家剛玩這遊戲 又或是像我頭次玩這系列的人 初期會碰到的問題就是職業的選擇 其實根本不用煩惱這點 雖然我不知道一代的職業系統是怎麼設定的 在二代中 玩家是可以隨時在城鎮中更換職業的 玩家可以體驗不同職業提供的戰鬥方式 雖然要有更華麗或是更強的技能 就必須練職業等級 而職業等級又跟玩家等級是分開的 如果想要多嘗試不同職業 就要花一些時間去練 我個人覺得這是個很棒的設定 而且各種職業玩起來的感觸真的很不一樣 不過想各種逃課 確實可以選個弓箭手 遊戲體驗挺好的 我從最初選了弓箭手 中期玩了一下並練滿了一個 算是有趣卻蠻肌肋的幻術師 接著獲得魔攻守後 就一直玩這又強又baby的角色 接下來總結一下吧 雖然這遊戲優化現階段不怎麼好 價格又貴到苦吧 但整體遊戲還是很不錯的 在打一些大型boss時 也能感受到戰鬥的快感及樂趣 也有不少難度的戰鬥體驗 劇情方面雖然主線很短 但至少劇情完整也算是不錯 畫面場景也都很不錯 甚至有時候還是會讓玩過各種遊戲 替如玩過畫面場景也是很頂的 愛爾登法環的玩家 還是能夠在這遊戲中被場景、風景驚驗到 但遊戲內容不夠是事實 這遊戲首發預購賣2180 當初的2077首發價格是多少我不太確定了 但印象中不超過2000的價格下 我遊戲遊玩時數可以達到92小時 但龍族教一二我完整去體驗了支線、主線 能逛的勾逛、能跑的都跑 隱藏的結局也完成跑完全破的情況下 我只玩了53小時 感覺還是有點令人惋惜 所以如果你問我現在買這遊戲可以嗎? 遊戲的整體體驗算是不錯 我玩的也算很開心 但我會覺得 除非你非常非常非常想要再近期玩這遊戲 不然真的可以再等等 我從這遊戲出到現在也一個多月了 遊戲商店的評價也只有褒貶不一 再加上如果你電腦硬體不夠好 新階段不太好的優化下 真的可能不用想會有很好的遊戲體驗 這邊再講一次吧 我的CPU是i7-13700 顯卡是4070Ti 記憶體32G 在這樣的配置下 時常還是會卡一下卡一下 燈出浮動也蠻大的 再加上CPU幾乎都處於高溫狀態 散熱器的風扇也全部都在全力運轉 然後價格又很盤 我又是那個被當盤子買了豪華版 結果豪華版送的東西幾乎都用不到 或是沒用到那個人啊 以上就是這次的評測 唉 這支影片真的很慢才發 最近比較忙 然後最近又被我朋友拐去玩Hunt 再加上最近又出的回去戰爭 最近忙完回到家 不是在耍廢 就是玩Hunt 不然就是在體驗接下來要評測的回去戰爭 到前陣子才把玩到一半的龍族就好一玩玩 並在這幾天趕緊打平車做影片 所以才偷到現在 所以很感謝收看到這邊的你 那麼就先這樣啦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也請幫忙按下訂閱 當作對於頻道的支持啦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大家限定 我們下支影片見 你的節目